你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 但你知道有政治正确这条底线吗 你知道美国有权力制衡 但你知道连公款公用都要被监督吗 你知道美国常谈反恐战争 但你知道他的前司法部长为萨达姆辩护吗 你知道美国操控世界经济 但你知道老百姓为了支持巴西农民买贵的咖啡吗 你知道的民主口号太多了 今天我们要给你讲讲细节问题 靖雅思汀隆重推出刘宇佳作民主的细节 其实政治就是民生 民主就在柴米当中 我们离不开它 所以你必须好好听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 一 作者文建明 朗读者东黎 1895年11月 1886年的夏天 22岁的英国传教士李德利登上庐山时 庐山的气候使他恍如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于是他给山岭写了一个英文名字 库岭 意思为清凉的地方 读音上与庐山古牛岭正好巧合 极具商业眼光的李德利 立即看到了这片山岭的开发价值 经过近十年煞费苦心的努力 终于在1895年11月16日 由九江道台与英国驻九江岭市 签订了古牛岭12条 规定将庐山长冲一带租借给李德利 时间为999年 李德利很快在庐山成立了大英执事会 李德利担任主席 正式拉开了庐山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1897年1月 1月14日 在江苏镇江常住的英国传教士赛兆祥 在古岭买下一块1727平方米的地 于此用石头盖了一栋140平方米的别墅 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传统欧式的老虎窗 这栋310号别墅 以他小女儿赛珍珠的名字命名 除了1910年至1914年 凡美读大学 以及在南京基宁大学任教外 赛珍珠从5岁至18岁 22岁至35岁 常来庐山居住 这里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距我家不远处 有一眼山泉 泉水晶莹透彻 可以直接饮用 简直成了我们高级饮料 赛珍珠曾经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1905年 基督教传教士宋耀儒 从李德利手中 购得51号西北面的一块地皮 兴建了一栋两层的石垢别墅 在酷暑的季节 他便带着妻儿宿江而上 来这里避暑 而他的三个女儿 后来因为刘洋缘故 到这里来的次数并不多 1918年5月3日 宋耀儒去世后 由琪琪华籍传教士 尼贵珍继承此房 约在1920年代 此房由他送给了女儿宋庆龄 1909年 1909年 同盟会会员林森 由上海调到江西省九江海关 担任文独 登山是他多年的习惯 一个夏季的傍晚 林森与武铁城 在古岭街上不期而遇 一个广东人 一个福建人 两人再次见面 已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 不久 林森与反清义士武铁城 就在庐山创建了 设于山路九江的 巡洋阅书报社 传播进步思想 宣传共和革命 并筹集资助经费 动员福建革命党人 参加了广州黄花港体议 黄花港体议 牺牲的72名烈士中 就有林森老家 福建籍人士19名 1911年 武昌体议爆发 林森与武铁城等人 利用驻九江的清朝海军中 多为福建人 广东人的关系 策动临时舰队司令 黄中英 率清海军体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 林森因为功勋卓著 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 1909年 两江总督张仁郡 与江西巡抚冯 冯汝奎 和商拨库银五万两 用于拓建九连公路 此路为便利中外人士 登庐山避暑揽胜而修 完工后 初通马车 后通人力车 1915年以后 有汽车相通 静雅思汀 悦耳系列光盘 在这里 读懂世界 读懂你 1911年 极富交际能力的李德利 汉语讲得十分流利 与国内高官常有来往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 曾任公共租界 上海公布局董事的李德利 以个人名义 致电北京政府 提议在上海召开 南北议和会议 于是在上海戈登路的 一幢红色洋房里 袁世凯的代表 唐绍仪 孙中山的代表武庭芳 与李德利三人 坐在了一起 和谈的结果是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1912年11月初 袁世凯通令嘉奖李德利 去遂在户一和 英人李德利 居间调停 颇赞助 着急与三等加和章 孙中山也授予其和平使者勋章 1912年 到1905年 长冲河两侧一按规划建造别墅147状 当时庐山还未通公路 建筑材料全要靠人力背上去 施工全靠工人手工操作 达到这样的建设速度实属不易 佛教旅行家高鹤年在《明山游记》一书中写道 1893年上庐山时 山上还是荆棘少行人 只看见几处佛寺 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住 皆苦行僧 当他1912年再上庐山时 不禁大为惊叹 延山洋房数百状 华街亦有数百家 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 设有教堂部教 并设医院 立即贫民 此间下令时 韩蜀表较久江低二十度 故置地道蜀者慎重 昔日山林 今朝禅室 1917年 庐山已经汇集了 英、美、法、俄、德、瑞典、挪威、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芬兰、丹麦、瑞士、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别墅560多 1920年 1920年 江西赛阳人胡金方开始在庐山开旅馆 胡金方旅馆名造一时 成为庐山最大的一家私人旅馆 床铺有300张 1924年 21岁的汉阳青年姚汉青 举家迁至庐山 开启了庐山第一家照相馆 取名杨子照相馆 凭借其在汉口的宁波照相馆当学徒时练就的照相技术和自学的英语 姚汉青的杨子照相馆很快在庐山站住了脚 山上的外国人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他的照相馆里来 行游四方的传教士 走到全国各地 还把底片寄到庐山杨子来冲洗 1924年夏天 送走了尊崇的大师人泰格尔 告别了追目已久而终不可得的美丽少女林徽因 徐志摩带着一颗畅网而伤痛的心 与前妻张又怡的哥哥张新海来到庐山 他在庐山住了一个半月 翻译了泰格尔来华访问的大量演讲稿和诗歌 也为庐山写了五首诗歌 最有名的是庐山时工歌 诗人想起了表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福尔加传夫曲 我听了庐山时工的号声 就想起他的音乐 志哥不敢自信 但那号哀的声调至今在我灵符里冻大 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人的音赖 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谢免评价说 他以一个从里到外都十分布尔乔亚化的诗人 自愿降格写庐山时工歌 那样堪称典型的下里巴人的好哀之歌 让我们窥见徐志摩彷徨于夜路中的火光 自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经济上的利用 而在于它对我们心灵的呵护和滋养 当自然风景消失 我们的精神随之枯萎 当科学主义横行 我们的目光不再感恩 一百多年前 梭罗留给我们的瓦尔登湖 其实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商品时代的我们 吃之以鼻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一个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 二 作者 文建明 朗读者 东黎 1926年12月 11月15日 鲍罗廷携国民党中央委员 国民政府委员孙科 陈友仁 徐谦 宋子文 宋庆龄 王法勤 蒋作斌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鲍的助手兼翻译张太雷 以及苏联军事 财政 农运顾问等 第一批北迁人员 从广州出发 经过水汉路的长途跋涉 于30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亲自接待 异常热情 晚宴间 决定12月7日 在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12月5日 蒋介石与鲍罗廷一行赴庐山 经99盘山路来到谷岭 下榻牛津路鲜岩饭店 据苏联顾问达林回忆 他还没来得及在旅馆安顿下来 就隔窗看到许多政府委员 和国民党活动家 在哀门打听着什么 后来才知道 他们每个人都希望买一幢别墅 19世纪末 杜约翰帮助李德利入侵庐山 并于1896年起 主任英租界的管理机构 古岭公司第一任经理 他在古岭大量购入地皮建房 在庐山他的别墅之多 在外国人中是数一数二的 1910年 他创办的鲜盐饭店 是庐山当时最豪华的饭店 里面配有西式家具 玉具 电灯 鲜盐饭店被山上人简单地称为94号 住在94号的客人吃正宗的西式菜肴 并由自制冰教做的冰淇淋来做餐 鲜盐饭店房价不菲 因此下榻于此的皆为中外显贵达官 是当时重要的社交和会议场所 12月7日 中央会议在古岭鲜盐饭店召开 参加会议的除鲍罗平一行中央委员 国府委员 讲的军事组顾问加伦将军以外 还有在干的中央委员朱培德 城前 林博渠 以及专程从恶赶来的正眼达等 开始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开展土地革命 光复的省份财政 由中央统一管理等 做出了一些决定 会议将要结束时 蒋突然提议迁都南昌 要各位委员留住南昌 当时南昌在蒋的第一军控制之下 而武汉是唐生智、张发奎的势力范围 1926年11月8日 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 蒋介石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从广州迁到武汉 当时 北伐军占据长江流域广大地区 迁都武汉为形势发展的需要 蒋介石此时出尔反尔 引起与会者一致反对 蒋只得赞让三分 会议期间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面见蒋介石 劝他不要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 以免学生以天子门声自诩 12月8日 白崇喜来电 俘虏孙传芳三个军长 请示如何处置 蒋介石命押送至总政治部 随即指示总政治部 蒋军长李延青、王良田、杨庚和三人 任选两人立即处决 并给孙传芳发报 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 如你上残酷带我工作人员 你还有数万被我军俘虏的军队在我手里 当日 参加庐山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恋恋不舍的下山 蒋介石专程护送宋庆龄到九江 与其他委员一起乘船去武汉 蒋介石留在南昌 这一天 蒋介石下山来到九江 还有一件私事要办 那就是迎接他当时的太太陈杰如 这位比蒋介石小18岁的第三位夫人 是接到蒋介石的电报 从上海赶到九江来的 这一夜 他们住在九江一个叫方栋的富商家里 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此次上庐山 他特别留意为北伐阵亡将士 寻觅可葬千余关的墓地 蒋介石对北洋军阀孙传芳 虐杀北伐军战俘的事 痛心疾首 他曾对部下说 孙传芳在江西德安 俘虏我军将士三百余名 较枪后 皆以刺刀刺死 逆贼残寒 诚无天理 12月13日 报建议在武昌成立党政联席会议 临时行使国民党最高职权 12月31日 第二批北签人员张静江 韩岩和 彭泽民 顾梦渝 何湘宁等 抵达南昌 准备赴汉 蒋介石因有他的盟凶 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乃于1927年1月3日 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 顺利通过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赞助南昌的决定 公然分裂中央 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谴责 分享不只是与人同乐 分享不只是感同身受 分享更是一种态度 它在表达着你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 分享静雅思听给朋友 分享有温度的声音 亮出你的态度 1927年1月 1927年1月 中国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之后 古岭大英执事会交出了警察自治权 5月 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代表登上庐山降下英国国旗 升起了中国的国旗 1929年 又收回了山上俄国租地 庐林 1月12日 蒋介石到武汉 蒋介石到武汉 遭到鲍罗廷的批评 报对蒋说 蒋介石同志 我们三年以来 共是在患难之中 所做的事情 你应该晓得 如果有压迫农工 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事情 我们无论如何 要想法子打倒他的 1月19日 蒋介石回到庐山 向正在庐山养病的张静江 诉说武汉的遭遇 把怨气集中在鲍罗廷的身上 打电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签 说鲍罗廷侮辱了他 又说侮辱了他 就是侮辱了政府 侮辱了党 要求撤去鲍罗廷的 国民政府高等顾问职务 徐签派宋子文 邓衍达到庐山 与谭言凯 朱培德 成前一道做讲的工作 将只好承认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 迁都武汉的既成事实 滞留在干的委员们 除张靖江之外 也陆续赶到了武汉 1月29日 蒋介石 张靖江 谭言凯 朱培德 程前 陈公伯 李列军 何湘宁 顾梦渝 李宗仁 邓衍达 陈果夫 楚明义等来到庐山 蒋氏夫妇住在小天池 蒋介石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便是 屈暴 这让与会者颇绝失望 蒋介石也很失望 一方面是与会者的反对 一方面武汉态度越来越强硬 以至于当城前来告诉他 定都南昌 赶走暴罗亭两者皆不可能 而且大家都准备下山的时候 蒋介石愤然 不迁都南昌 不敢走暴罗亭 我要辞职 我要自杀 蒋伸手取腰间的配枪 才发现没有配枪 城前在旁撑目 武汉方面知道庐山会议的情况之后 派宋子文上庐山 居中斡旋 劝说蒋介石接受武汉政府的决定 宋子文还告诉他 宋美龄之所以没有随上庐山 是因为陈杰如在 1927年2月 2月1日 除夕夜 陈布雷 潘工展 由上海到南昌 大年初一上庐山 这是陈布雷和蒋介石第一次误灭 同年5月 蒋介石让陈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长 从此陈开始了他的文胆生涯 2月3日 蒋介石夫妇宋子文下山 2月26日 蒋介石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名义 致电共产国际 要求撤回暴罗亭 1927年3月 在1927年1月3日 千都之争爆发以后 到3月19日期间的一天 宋矮陵应蒋介石之约 与蒋友久将密谈 宋矮陵答应宋家支持蒋介石 力促宋子文筹发200万元军饷 秘密运寻 1927年7月 7月12日 由鲍罗亭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 选出张国焘 张泰雷 李维汉 李立三 周恩来五人组成政治局 一周后 鲍罗亭前往庐山 借修养之名 决计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 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 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 7月19日 鲍罗亭 瞿秋白 邓中夏等九人聚会庐山 利用林伯渠的叔叔在鲜盐饭店任西餐厨师做掩护 在别墅厨房里秘密计划八一南昌起义 7月21日 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之后 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剑分析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 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 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 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 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 教授式的文雅风度 再加上 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 这些弱点和不足 使他担负领导工作 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 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 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一个留美小学生的成长计时 七个美国老师的齐取故事 他们相信受益解惑 他们更推崇独立宽容 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维基百科 他们也是互动良好的非死不可 是什么让中国孩子输在起点 是什么将创新与创造树枝高阁 答案就在我的七个美国老师系列文章 等你一探究竟 改革开放到今天 很多人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你怎么理解 温饱问题解决只是第一步 思维能力更重要 国际民退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中国法治进程的根本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奇迹 中国发展迅速 但国企改革法治建策依然落后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 将用专业精神与良知 把脉中国经济 开启我们的理性思维 靖雅思听与您一起用智慧理解中国 用思想认识经济 敬请关注财经最新系列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庐山非常道 1895-1949 三 作者 文建明 朗读者 东黎 1928年4月 4月7日至11日 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胡适 怀揣一部清康熙七年 由五尾编撰的庐山志 带着儿子祖望 与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部部长高孟淡 东南大学校长蒋维桥 光华大学教授沈坤 结伴首次上庐山 下榻在胡金方旅馆 三天的庐山读考虽形色恐总 但下山后一上船 胡适及写下万言庐山既游 对庐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做了这样的定性概括 庐山有三处史迹 代表三大趋势 慧远的东林 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白鹿洞 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古岭 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1929年11月 祖籍江西修水的陈隆克 出资在庐山购买了苏门别墅 接老父陈三丽上山定居 这幢别墅位于古牛岭 济南部著名的风景点 月照松林堂 当年 陈三丽的苏门别墅 常常高棚满座 热闹非凡 徐悲鸿 李四光 欧阳靖吾 李济深 都曾在这个别墅里 与老人常谈 徐悲鸿于1930年 1931年再次上山 住在苏门别墅 为陈家老少画肖像画相赠 在庐山的蒋介石 阴木陈三丽之名 也曾想登门拜访 陈三丽对前来接洽的秘书说 我是一个久不闻世事的人了 即使会晤 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以此谢绝 陈三丽晚年字号 神舟袖手人 蒋介石闻报 也只有校约 此乃真名是也 陈三丽在庐山时 倡议重修庐山志 闲居庐山的陈三丽 并没有避世 庐山志主编吴宗慈记载 民国二十一年人参 日寇侵占上海眨北 互占遂作 先生居古岭 日息不明 于邮局订阅航空互报 每日望报志 志则独 独境则悄然若有身忧 一息呼梦中 狂呼杀日本人 全家惊醒 于是素极大作 其爱国热情泪如此 1930年9月 9月13日 是蒋宋结婚后 宋美龄首次上庐山的日子 那天 蒋介石 邪夫人 与国民党政要 吴志辉 周佛海 邵丽子 陈布雷 去到南昌上匡庐 他们相聚在 知鸿路210号别墅 共商国事 蒋宋夫妇 则居住在这里 秋 51岁的吴宗慈来到庐山 掌管江西乐平采矿公司 古岭转运公司 当他得知 庐山自清康熙年间后 200多年 无人续修山治 便蒙发了 为庐山修治的强烈愿望 毅然放弃实意 在庐山 经过认真调查 亲身旅刊 广泛资访 查阅点击档案资料 并邀请著名科学家 胡仙素 李四光一起 历时四年 完成庐山治稿 并复印 在庐山治中 设有山政一纲 汇集了庐山纵横之史记 叙述山上各租界地 诸交涉案 以及行政机构 教育 礼俗 方言等 与政治相关的内容 此纲的设置 在我国山治转修史上 实属首例 1931年8月 8月31日 赛兆祥在庐山自家别墅去世 并葬于庐山 这个老迈的传教士 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中国 最后他像他的太太一样 把自己的遗骨 也留在了这个 他一生都热爱的国家 赛珍珠 将他父亲的经历 写成一本书 书名叫《奋斗的天使》 他又将他十几年前写下的 《关于母亲的回忆录》 找了出来 取名为《流浪者》 这两本书都在1936年出版 正是因为这两本书 使他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精彩图书不翻页 动听音频 无限播 汇聚历史 军事 文化 经管 传奇 等各领域经典图书 一张光盘 带你寻古问津 体察东西 听静雅思听 书生系列光盘 听文字 在歌唱 1932年3月 3月下旬 江西省主席熊世辉 在庐山买下了一栋 相当豪华漂亮的别墅 好生喜欢 三个月后 他特请蒋介石夫妇 汪精卫 和英亲 李济深 张静江 黄少洪等党国要人 来别墅做客 庐山中八路359号别墅 建于1902年 他最早的主人 是美国传教士 威廉·约翰·伊莱亚斯 中国名字为文怀恩 文怀恩1908年 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大学 1927年3月24日 停泊在长江的美英军舰 炮轰南京 造成重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文怀恩被激怒的中国军人杀死 1932年 文怀恩在庐山的这栋别墅 落入江西省省长熊世辉之手 1932年6月 当一、二、三次围剿连连惨败后 1932年6月8日 蒋介石呈一仙剑西上 独办第四次围剿 军舰到九江 欢迎场面隆重热烈 何英亲熊世辉上岸 接老蒋登岸 上山筑节古岭 据料 此番调集五十万大军进行的围剿 又被红军击溃 6月11日 蒋往黄龙寺旁 鹿野山坊 拜会山上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他到的时候 正有几个古董商人 来向林森兜售鼓玩 林森的秘书林吕鸣 在一族伯林森中继续了这次会面 我在门首眺望山顶 忽见有一顶四人台的五顶藤轿 由四名标形大汉扶着轿杠飞步奔来 顶经细看 原来是蒋介石来了 我便向屋内高声喊道 委员长来了 但林森后却声色不动 照旧品鉴古董 直至蒋步入屋内 方石起立 迎蒋进客厅 蒋恭恭敬敬的问候 主席好 我趁他们谈话 赶紧将古董商引入别屋安顿 急进屋倒了两杯茶 蒋曾多次见过我 便问道 你也在这里 我回答一声退出屋内 那次会见 并无钥匙相商 只因蒋出到庐山 特来问候而已 蒋在临行时特意说道 主席需要什么 可叫励志社去办 林森听了 只是慢应而已 6月13日 蒋在庐山召开湖北 江西 河南 湖南 安徽五省军政长官 搅供会议 期间 主掌财政的灵魂人物 宋子文 却拒绝出席 因为蒋介石 对十九陆军不失援手 以及要求增加军费 让宋子文大为不满 6月20日的会上 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 被蒋介石接受 6月18日 蒋介石在庐山电报南京的驻日公使蒋作斌 请赴庐山获汉口一叙 22日 蒋作斌到庐山 下榻于仙岩饭店 蒋作斌在山三日 蒋介石四次召见 切切指示对日方针 对日总取携手主义 1932年7月 918事变后 文人吴鼎昌联络各方 在上海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 亲自起草了同盟的十条章程 并向全国同殿宣传他的主张 但吴鼎昌不反对搅供 宣扬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吴鼎昌早年留学日本 专攻金融财快及管理 民国成立以后 因开办银行民生大造 成了金融巨头的吴鼎昌 还接连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于1926年出资五万 与张继鸾胡正芝合作 接办新纪大公报出任社长 二是在大上海静安路 开办了一家当时远东地区 最高建筑国际饭店 吴平生有三大夙愿 办好一家银行 办好一家报纸 办好一家大饭店 三大愿望相继完成 吴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 1929年 他在庐山购置别墅 名为吴楼 1932年7月初 蒋介石约吴鼎昌上庐山面谈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星期 蒋介石队伍大为赏识 接下来不久 吴鼎昌便组织了一个 复日经济考察团 团员有三十多人 都是金融工商界人士 吴鼎昌任团长 从日本一回来 吴鼎昌便做上了南京政府 实业部长的交易 从此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可谓登堂入室 1932年 汪精卫也在庐山东谷 买下了一幢别墅 汪精卫的别墅 与后来被命名为 美庐的十二号别墅 相距并不太远 于是他又在 古牛岭以西的河南路 买了另一幢别墅 河南路的这幢别墅 几乎是坐落在半山腰上 在多物的庐山 这里宛若仙境 这对于有些文人气质 敏感浪漫的汪精卫来说 是那么的合适 于是每每看到十二号别墅 让他心烦的热闹时 汪精卫就会离开东谷 远远的住到山腰去 有这样一些英雄 他们像孤独的树一样 站立在草野间 用一颗痛苦又悲悯的心 注视着人们 把所有的呐喊和彷徨 留存在纸片上 深邃的灵魂比峡谷还深 被荒原的风吹来覆吹去 逐个地抚慰他们 成为他们共同的艰难的呼吸 佐拉唯一 后卫尔密卧时 跟随他们的脚步吧 一起去读 比风景更动人的灵魂 一起去看那 矿带的忧伤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 四 作者文建明 朗读者东黎 1932年10月 10月5日中午 蒋介石夫妇开始第五次庐山之行 这一年 蒋介石在庐山总计80天 国民党军政要人频繁上山 本年 庐山时有下都之称 1933年5月6月 1933年5月 江西苏区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 红军政治宣传部 编演了一出话剧《庐山雪》 描写红军杀上庐山 活捉了蒋介石 国民党的统治像庐山的残血一般 瓦解消融 毛泽东当年看了 由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 被活捉的狼狈像 不由哈哈大笑 5月24日 蒋介石夫妇 杨永泰 邵丽子刚上庐山 军政部长 军委会 北平分会兼代委员长 何英钦的电报就到了 这一天 北平被日军三面包围 何英钦一边指挥驻军退入城中 与日军协商停战 一边向蒋介石汇报 赎权利害轻重 与其放弃平津 使傀儡得资 以组织伪政府 现华北于万劫不复 何若协商停战 保守华北 徐途修养生息 以顾党国之根基 较为利多害少 只等为党国 为地方人民着想 唯有牺牲个人 以求顾全大局 是非毁育 所不济也 并言以得汪精卫同意 接受日方四项条件 对这一提议 将无从反对 但是在给何英卿的 副殿中 又担忧停战而行诸文字 总以为不妥 甚感东北三省 及热和字样 以必杂见其中 无意割让之承认 不过 事已至此 委曲求全 远非得已 中正自当负责 在日记中 蒋介石继续 于前记殿告 只要不使 天旨之字落窝首 不派军使 进入其少县 唯有行之交涉 则于皆可尽心力而为之 金文竟接受其要求已 前进交涉 艰难必多 唯尽之亦然 承当此任 其心苦矣 亦甚可嘉 故于复殿 仍由于负责 勿使其为难 5月25日 北平中日双方 签订暂时停战的绝书 对其中的第三条 正是谈判地点 需在日军占领地内 北平方面难以做主 便派军委会北平峰会参谋长 黄绍红来庐山请示 27日下午三时 黄风尘仆仆赶到庐山 蒋介石以及前一日到山的汪精卫 孙科 罗文干 马超郡 王世杰 陈绍宽 梁寒操 曾仲明 已在古岭饭店等待多时 黄绍红汇报完毕之后 蒋官赵先去休息 愚者继续开会 据庐山续致稿记载 好论至深夜 商德一致同意 采局部合议方案 其停战谈判 以无条件为原则 并只限军事 不涉政治 及之行政院 铸评评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黄福遵照 其谈判经过 并随时报中央请示 5月31日 唐姑协定签订 第四次围剿失败 江西省主席熊市挥诉苦 勿请中央诉愁办法 加强得力部队 并力派大员来此督角 现在各军事弃以内 若再浮衍 将全崩溃 不可收拾已 蒋介石决议在庐山 办军官训练团 6月2日 他给这个训练团起名为 中国国民党 干越米香厄 北陆剿匪军官训练团 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7月 7月18日 第一期庐山军官训练团 在海会寺举行开学典礼 蒋介石做庐山训练之意义 与革命前途的训词 称这次训练 关系革命的成败 党国的存亡 1840名受训军官 在陈诚的带领下呼喊口号 服从蒋委员长 剿灭万恶赤匪 完成国民革命 蒋介石在长篇演讲时 竟有四名军官 挡不住烈日暴晒 相继晕倒 蒋介石大为恼怒 敲打着桌子大声说道 在太阳下站几个小时 都支持不住 还怎么带兵 怎么打仗 再不严加整顿 国家还能依靠谁 你们都是党国的栋梁 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 最后 蒋介石带领全体军官 背诵总理遗嘱 他背一句 学员们跟着背一句 蒋介石发布命令 则呈南昌行员 选调在江西搅供的各级军官 从1933年7月起 至10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前 分三期轮流参加训练 与此同时 蒋介石与各路军事将领 在庐山部署第五次围剿计划 这次会议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 制定了堡垒政策 与经济封锁并举的搅供方略 还抽调了华北驻军大部至江西 增援对红军的围剿 1933年9月 蒋介石亲任脚总司令 指挥以受训军官部队为主体的65个师 约100万人的兵力 200多架飞机 对中央红军及其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围剿 至年底 仅在江西全省就驻有碉堡4000余座 受训的军官们充当了战斗的急先锋 且来势十分凶猛 加之红军受制于错误路线指挥 终刀失败 红军被迫放弃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于是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征 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期间 杨子照相馆的生意盛极一时 训练团一期上千学生 一人照一张相也够杨子忙个不停 山下海会 星子进行上校以下军官训练 杨子又把分店开到山下的训练基地 照相 喜相 再寄给家人告平安 是那个时代青年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毕业时的合影也是必不可少 杨子照相馆能旋转360度的座机 才能够装下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头 在庐山的生意只是忙半年 半年之余 拍人像为特长的姚汉清 开始风景拍摄 身在庐山自然进水楼台 他踏遍了庐山和山下颇阳湖的山山水水 拍摄了大量的美景照片 姚汉清把照片涂上颜色 自制明信片 供邮人选购 生意火爆 姚老板于是在阳街正当口的好地段 买地盖起了三层楼房 据说 蒋介石在庐山萧夏时 也曾光顾杨子照相馆 并挑中一张血松的风景照 静雅思听 悦尔系列光盘 在这里 读懂世界 读懂你 1933年7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孔祥锡 购得九副盛名 号称玻璃屋的李德利别墅 23日 他在别墅客厅举行了万松林师会 邀请达官显贵 文人骚客 明氏清流参加 被邀者分之踏来 他们是 李列军 熊世辉 邵元冲 汪精卫 曾仲明 吴汝登 许世英 吴宗慈等等 他们将庐山高僧 近人会员的一首庐山诗 全部拆开 一个字写一个纸团 参与者一起筹捏 谁捏到哪个字 就以该字为运作诗 此次诗会 虽非纯粹的文人参加 但旧时官员 古文功底深厚 又爱附庸风雅 喜欢写诗明志 一时间诗会上的许多诗作 在山上以各种版本流传开来 据说汪精卫念得了然字 他沉思片刻引道 池郎全蓝 亦冷然 碧露于今四十年 三面风鸾先得地 亦林松瓜 见参天 这上半却是围绕这栋别墅写的 此别墅在古牛岭东坡 面对大岳山 左右日兆峰 又有侯湖岭 故诗中有三面风鸾之说 汪精卫当时听了孔祥西的介绍 知道此别墅1898年间 所以 他叹愧 毕露于今四十年 陈三立老人参加了这次诗会 并亲自为诗会撰写 万松林急设诗序 序文很短 其中一生悦士担心破具 令诗会盛况和忧国忧民之心悦然至上 1933年8月 8月8日 蒋介石和宋美龄入驻美庐 1933年9月 9月5日 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同上庐山 9月5日至7日 蒋介石在熊世辉别墅召集了国民党中央会议 会上 英美派与亲日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蒋介石做了一番权衡后 确定对日方认为 除割让东三省、热和 承认韦满洲国为绝对不可能外 对其他次要问题 仍应与之做相当周旋 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感情之行动及言论 并赋予华北当局以相当之权限 宋子文提出的 必须制定一项持久抗日的外交、内政的政策的意见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对 而未被会议接受 会后不久 宋子文便辞去了行政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 蒋介石便以孔祥熙取而代之 1934年夏 1934年夏天 39岁的林语堂独自来到庐山 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不期而遇 赛珍珠正在物色一味精通中国文化 英文又极佳 特别是能适合西方人 喜欢幽默、轻松阅读口味的作家 写一本反映中国几千年文明和风土人情的书 拿到美国去出版 当赛珍珠向林语堂约稿时 林语堂一口应允 1935年7月初 林语堂在庐山西谷租下一栋别墅 完成了《无国无民》一书的写作 赛珍珠读完原稿兴奋不已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无国无民》很快就在美国出版 短短四个月重印了七次 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这一年 赛珍珠卖掉自己在庐山的别墅 回到了美国 一个胖子满心欢喜 天儿哟 你懂得可真多 一个胖子满脸愁柔 丑德嫂 你没什么好下场 一个胖子满嘴狂言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一个胖子满腔热血 要永远年轻 永远地热泪盈眶 一本心笑怒马颠的《我的奋斗》 一段小混混变大帮主的心路历程 他不是希特勒 他是可爱多 老罗成长史 尽请关注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 5 作者 文建明 朗读者 东黎 1934年7月 7月 宋美龄在12号别墅 召集侍从事秘书 副官眷属举行茶话会 因却希望他们带头响应 新生活运动的号召 美国人斯特里·西格瑞夫 在宋氏王朝一书中说 1934年 美龄在长江上游度假区 古岭接待英美传教士 他明白如果南京想获得 外国的贷款和支持 必须让外国人看到他们热心社会福利 于是他发动新生活运动 随之而来的是稀奇古怪的事 中国童子军拿着木箱拦住他 替他整理帽子 取走香烟 中国人对此运动并不热心 但外国人却非常高兴 军人为了讨蒋夫人欢心 派纠察队到街上打那些随地吐痰的人 7月23日 蒋介石视察庐山军官训练团 出席总理纪念周仪式 做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 如何恢复军人的人格的训事 说日本的武士道 就是采取了我们中国一部分固有道德 所以才能打败中国和俄国 甚而试图霸占东亚 他认为武士道的基本精神 就是知行合一 力度实行 而知行合一 本是王阳明先生发明的 只是我们中国人忘掉了这些道理 以至于到现在世事落伍 快要被人家灭亡了 7月28日 由美人鱼之称的跳水冠军杨秀琼 经南昌来到庐山 夜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轰动一时 下午 美人鱼在庐林游泳池表演 观众竟有2000人之多 大概连古岭街上的行人都走空了 7月27日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庭福到庐山 他回忆前次被蒋介石照上庐山的原因 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 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其中包括蒋委员长 1933年夏季 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圣地 古岭去谈话 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 吴鼎昌和亲信干部钱昌赵 1934年6月中旬 学校放假 蒋庭福正准备前往欧洲考察 大约离平的前五天 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 要我再到古岭去见他 我把车票往后延了一个星期 在庐山上 蒋介石多次与之面谈 蒋给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 当我在古岭见到蒋委员长时 他想知道我的计划 他要我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 他希望我能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 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 我告诉他如此重要的工作 由我来担任 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 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 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 他告诉我 他会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 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得他对我的信任 蒋庭福领命而去 9月24日 蒋介石收到他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 厉害既同 有意急于培养 互信急于树立 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条路线 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 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 10月1日 蒋介石在庐山电令孔祥西 让他告诉苏联驻华大使 蒋庆福与自己有深密关系 自己对其极为信赖 俄当局可与之开诚洽 讲主转达 蒋介石认为 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 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 中国也必将殃及 他想探测苏联政府 是否同意他关于两国关系的那些想法 有这么一些人 他们热爱文字 他们关注生活 他们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他们写下一段段欢喜 惊奇 悲伤和感悟 或让我们与之共鸣 或是我们为之动容 静雅思听作者系列光盘 一人一世界 浓缩一个人的智慧精华 汇聚一个世界的美妙动听 1934年8月 8月12日 蒋介石在12号别墅 分别召见离任回国的驻法公使沃维军 和驻俄大使颜慧庆 顾维军感觉 蒋对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 重点关切的是 日本更加猖獗和傀儡代理人 8月14日晚7点 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利 率领杭州警校特训班毕业学生 上庐山为蒋介石做外围警卫 代理常道各旅店巡查 连旅店笔记本都仔细翻看 大公报记者王云生 在庐山熊世辉别墅 采访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会见时 先是由熊世辉出见 一番寒暄 旋即汪精卫出见 态度集合意 谈话时频频息目搓手 这次谈话仅历时30分钟 多关外交问题 汪主要说 大体中央对目前的外交局面 均集注意 至于如何应付 则是环境的推移而定 汪在告辞时对王云生说 此后编书若需要不中档案做材料 避与便利 王云生在晚年时曾说 看来汪精卫对我编写 60年来中国与日本 还是很重视 至于他提供档案材料如何 也无法定论 8月10日 段祺瑞在其子段红叶的陪同下 到达古岭 地制社按照蒋介石的意志 请段祺瑞自挑一处别墅 据庐山老人回忆 段祺瑞住在当时特区230号 和皇府紧邻 那一年 段祺瑞年满70岁 此一带重镇 岂可不一瞻风采 8月14日午前11点 王云生承兴往访 段宅在特区230号 其地为古岭高峰半山 较之古岭正街高出数百尺 去访逝日天气晴朗 而雾气甚浓 承兴登山 白云行于较底 王说这是他第一次顶略到庐山家省 名片送进后即行出见 段氏着蓝厨长山 面容受销 精神仍甚绝朔 耳略重听 应答毫无顿制 当王寻断对国事感想时 段达 吴觉得治国之道很简单 维持人民 提倡商业 八个字足以尽致 看现在的政令 哪一件不是剥削人民的 商业情形 入超年年加增 平均一带商店 多少家关门 不关门的 也多赔类不堪 这样下去 国哪能好 所以 在蒋先生给我第二封信的时候 我寄给他一首诗是 优乐与好恶 愿尽与民同 三章法定汉 民族国不穷 兴邦用顺手 市民敬全功 提倡兴百业 四海洋人风 其大指便是吴方才所说的八个字的意思 为政不再多言 故例行如何而 我认为 现在的政府是议论多而效果少 段又道 现在中国无一等人才 二等人才也很少 蒋先生是沾二等边上的 就治军论 蒋先生当然是个人才 但历时数年 江兵数十万 还未将江西肃清 则中国是之难可知 当段谈到王云生所编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十位 一看过 很好 段并深感于中日关系局面的扩大 富有世界性 而非中日间局部的事 最后王云生问及 据知老看来 中日关系将推演至何种地步 段答道 这话很难说 中国本无亡国之理 而目前的情形 却向亡国之徒已驱 中国吃亏在大字上 日本却得利于小与穷 中国为其大 故一切不在乎 日本为其小与穷 故拼命苦干 日人的妄念太重 当然有碰丁顿那一天 不过中国人若尝此泄踏 前途实难乐观 王云生与段旗瑞谈话 总共三十分钟 8月23日 王云生在古岭 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见面 蒋介石很直率地说 他没时间全部读完六十年来中国语治本 但这本书对他的帮助很大 他还说 希望王下次给他讲课 题目是三国干涉还聊 他甚至于对许多细节都要了解 8月下旬 刚刚在2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 厄狱晚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张学良上庐山 张回忆当时见到蒋介石的情景 委员长近来患胃病 已经渐渐痊愈 我到古岭时 有一天清晨去看他 他正在吃早饭 当时还有许多文件在面前 一面吃饭 一面仍在工作 不仅是在阅文件 同时还忙着写 看到这种废师屠府的情形 真难过到万分 狂隐 长笑 弹玄 漫游 客药 阮吉作穷途之窟 王辉之性尽而返 七贤竹林狂隐 这样一个时代 这样一群人 纵情挥洒 快意江湖 他们是伪尽民事 他们看重精神的自由 这里面有太多令人感怀称绝的故事 未尽民事们的内心情怀 既有欢愉 也有忧伤 绝版未尽 生命的欢愉 历史的诡谀 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但人民不会太富有 中国可以严厉整治高利贷 但高利贷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股市可以一片红 但股民赚不着 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有金融的逻辑 著名经济专家陈志武先生 对西方金融的发展 正本清源 追溯财富基因 解读资本密码 破解中国的金融之路 存在的机遇与陷阱 想听就来敬讶四听 庐山非常道 1895-1949 6 作者文建明 朗读者东黎 1934年9月 按预约 王云生于9月3日上午 再次去见蒋介石 为蒋讲述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一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 有割让辽东半岛的一条 这是沙皇俄国感到很大的震动 于是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 在马关条约签字六天后 向日本正式提出交涉 要求日本政府放弃战友辽东半岛 日本估计在军事上 无力对抗以俄为首的这三国 英美也不可能给日本以实力帮助 只好接受了三国的要求 于是 日本与李鸿章再次谈判 结果是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 换取日本将以倒数的辽东半岛退回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 并且其间提出过许多细节问题 在访蒋后不久 王云生曾撰文说 我对于蒋先生的印象 觉得可用虚怀热忱苦干六个字概括之 他身居高位日理万机 求知识的心还很胜 虽然若有不足 可称虚怀 1949年后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 谈到蒋介石 此次在庐山 请了些专家学者讲课 都认为是蒋的伪装 是为了替他制定反动政策找根据 王云生晚年时说 1949年后 他也这么说 因为这么说是理所当然的 1935年2月 2月14日 蒋介石 打朝日新闻日本记者问时说 所谓中日亲善 应以道义为出发点 2月16日 蒋介石由庐山返南昌 期间 多次致电西安的 剿共第三路军副总司令 兼第一纵队司令官 军事委员会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成 与山西省主席少立子等 对红四方面军 右路军前敌指挥 须向前部进行围堵 1935年下 民国日报1935年8月7日 载有此文 四年 古岭商业及一时之盛 由一旅设业获利最多 如胡金方旅馆 茶艺侍者 每人均分得红利二百余元 九江由某教员 文儿献之 乃各方借贷 每年任息三十元 借得八十元 入胡金方旅馆为侍者 当时胡家抬轿子的人 把客人直接从山下 抬到旅馆门口 旅馆门口搁满了轿子 客源高峰时 旅馆请的挑水工有二十多人 源源不断的到较挖的井里去挑水 房间的被子床单 钉到大林路的溪水里飘昔 晾晒起来五颜六色的一串串 1936年1月 1936年元旦 庐山管理局局长蒋志成 会同英铸汉总领事莫斯 签字正式收回租借 那一天 数千人狂欢在古岭街头 晚间 举行提灯会 民众参与者数千人 遍山灯火 灰光如昼 至夜十一时 狂欢使敌 1936年3月 3月27日 蒋介石 启用蒋庭福 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8月26日 任驻苏大使 这是一部 以日本人的视角 看待二战日本战败投降的 济世文学作品 书中记录了 日本正式宣告投降前 24个小时内 日本皇室 军政高层 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故 天皇劝服内阁说 无条件投降不是问题 最要紧的是 国民的信念和精神的准备 比起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 哪怕留下一点点种子 就有复兴的可能 一个人治在千里 可以恭喜 如果一个民族治在千里 不得不让人警惕 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战败前的人性角力 1936年5月 刚刚在1935年12月7日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 被推举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 再上庐山 5月9日 戴笠面见蒋介石 送来一份情报 67军军长王以哲 与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秘密联系 并说服张学良与中共谈判 达成停止抗战 一致抗日的协定 张学良在西安创办军官训练团 为与中共联合抗日做准备 其实 蒋介石已在1935年年底 急命令驻苏联武官邓文仪 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接触 同时指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处长陈立夫 在国内设法与中共联系 陈立夫的亲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铁道部次长曾阳辅 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张子华 已在南京会晤 1936年下 蒋介石把行政院从南京迁至古岭办公 庐山位为全国的军事政治中心 当年 江西省政府就向国民政府提出 把庐山作为国家公园来建设 1936年7月 7月18日 蒋介石上庐山 逢日清晨 广东空军黄光锐率领82架飞机飞往南昌 表示效忠国民政府 至此 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所部空军颗粒不胜 6月初 陈济棠刚刚联合李宗仁白重喜 发动了两广事变 通电返奖 据说陈济棠非常迷信 启示前曾请天师占卜 得到机不可施四字真言 乃下定决心 在机师之后恍然大悟 原来是飞机不可施啊 当即通电下野 当晚逃亡香港 蒋介石本想武力解决李宗仁和白重喜 幸冯玉祥上下奔走 上庐山找蒋介石历臣厉害 蒋介石采取了冯玉祥所限上策 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 7月28日 蒋介石在12号别墅主持行政院第272次例会 决定外交 人事任免 广西广东等问题 会上蒋表示将召开国民大会 共产党可派代表参加 1937年3月 3月9日 蒋介石再次来到庐山 西安事变中所受背脊伤一直未好 陈立夫专门找来南京一个叫杨老头的骨科中医来为他诊治 担任警卫的步兵连长王长勋回忆 在治疗期间 蒋介石每天清晨 还要到慈航普度观音菩萨像前 焚香祈祷 在一个多月里 他每天如此 很少耽误 当他全身活动自如时 高兴地说 我的伤是杨大夫医治和祈祷结合而遇的 1937年5月6月 5月初 蒋介石派人催杨虎城准备移任出国 5月27日 蒋介石一到庐山 一天都不许耽误 叫杨虎城飞上海 续飞九江 6月4日晚 杨虎城一行登上庐山 6月7日下午 蒋介石在13号官邸接见杨虎城 杨虎城于6月11日下庐山 6月29日出国 6月4日 周恩来和杨虎城 宋子文 宋美龄 张冲 洪基从上海飞九江庐山 与蒋介石进行国共第二轮谈判 陈诚特意安排周下榻自己的别墅 此时陈诚已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 特派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 上将军衔 周恩来1924年任黄埔军校中将衔政治部主任时 陈诚还是个上尉科长 他仍对周恩来执弟子里 6月8日 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谈 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欲武救亡 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谈判中 蒋提出 先由中共发表宣言 红军编制为三个师 四万五千人 三个师以上设证训处 朱德毛泽东需离开红军 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 中共推荐副职 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 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 经调查后实行边遣 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 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 但不能以共产党名义 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的 这当然谈不拢 周恩来多年后还游自气愤 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 侮辱我党 6月16日 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后 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在庐山办暑期训练班 邀请国民党要人做报告 激励军政人员抗战救国的事迹 被蒋介石采纳 这一期庐山训练班于1937年6月25日开学 蒋介石亲任团长 成前 贺国光 白崇喜 何英钦 张志忠 陈诚任副团长 陈诚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 授训学员三分之二为中上级现役军官 三分之一为高级小学校长 县长 各省市党部委员党文职人员 蒋介石 戴继桃 汪精卫 陈立夫 胡适 分别讲他们最拿手的学问 两期授训学员共3600多人 许多人等不到毕业就奔赴抗战前线了 每天集合时 陈诚手里拿着一张名单 点叫在场的某一位将领 当面告诉他 你到哪里去率军抗战 孙连仲 李莫安 王耀武 潘伯等 就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 当时众多将领都希望首先点到自己 那种报国不落人后的场面 真是令人激动 有一次 蒋介石训话进行了几个小时 还不见要结束的样子 而已被点到名的将领 等着离团返防 陈诚便在讲台上打断蒋的讲话 请他讲快点 蒋介石也没埋怨 草草了结 这种情况绝无仅有 可见战事之紧迫 红颜 给后妃上了一刻的班招 把挑男人当成豪赌的卓文君 烂于充数的文成公主 海归出名 要趁早的蔡文姬 娇滴滴 伤天害理的武则天 这些曾经轰轰烈烈 风光以拟的闪烁着光芒的女性 无论是才女 美女 党妇 怨女 还是汉妇 都具有鲜活的个性 侯红兵的红颜 解读清国红颜命运 用惊人的眼光 消解古人的神秘 千年女性风流 古典宝贝的风情 真是历史的残酷 尽在静雅思听 红颜系列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非常道1895-1949 7 作者文建明 朗读者东黎 1937年7月 7月1日 据庐山续致稿记载 中央日报 未适应环境需求 于民国26年7月1日起 另出庐山版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党报 从上个世纪开始 报纸几乎每期都要准时送达 养介石案头 总部设在南京的中央日报 出过三个分版 北京版 重庆版 庐山版 庐山当时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中央日报 庐山暑假版办事处 位于河西路53号 这幢房子 距陈不雷 宋庆龄 孔祥西 李济深的别墅都不远 陈不雷是当时蒋介石市卫市主任 他分管这张报纸 他的别墅 于这里只是前后之隔 送神稿件很方便 美庐别墅也就在前面的百米处 除了中央日报之外 其余南京旧国日报 和平日报 南昌民国日报 中国新报 大众日报 都在庐山设有分销处 各报均在山上 有特派记者采访 7月5日 民国日报 记者严贫枣笔下 展开了古岭的一段场景 在许多重重跌雷的高山环绕中 那翠绿色树林的山上 隐约地出现了一座一座的洋房 那就是庐山繁荣区的古岭了 古岭失去了山野的朴实 已经是国际化的都市 那繁荣的正街 都带有夕阳的风味 有各国人开设的商店 但各店的招牌 是中西合璧的 街上有各色各样的 中外人士和摩登的女人 正街以外 还有西街 下街 后街 新路等街道 古岭气候非常温和 南昌温度在华氏100度以上 古岭温度在华氏70度左右 不过天气变幻无穷 每天从山间上吹来凉爽的风 会使人们穿上加衣 有时远远的浮来一阵浓厚的云雾 像白烟一样 会弥漫了整个的古岭 使你看不见古岭的面目 但不要惊奇 云雾一会儿就会消散的 繁荣的古岭又会展现在你的眼前 古岭的早晨 美丽的太阳从东方爬到了山巅 古岭就会沐浴在阳光中 它照着山上绿荫的树林 和立体型的洋房 红色的 灰色的 黑色的 使人感到古岭的可爱 在夕阳西下的傍晚 在古岭地属的幸福人们 都活跃了起来 在河西路 河东路 中路一带 就有一群一群的男女们 沿着平坦的马路 漫步着闲谈 显出他们生活很美满的样子 7月7日夜 卢沟桥事变发生 时任行政院政务处的何连回忆 7月8日晨 他在睡梦中被宣传部长邵立子唤醒 告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促及往蒋介石处行示新闻报道口径 蒋此时已在办公室 并知道事变的详细经过 他要何连转告邵立子 尽量据事实报道 没有限制 何连此时立即赶到 蒋介石已决心抵抗日本侵略 如果不是如此 则必定尽量小心 以免刺激国人 蒋介石一面电告第29军军长宋哲元 晚平城应固守勿退 并需全体动员 已被事态扩大 此时 蒋介石不希望卢沟桥事变 扩大为全面战争 便采取了一条不屈服 不扩大的方针 从7月8日 庐山得到消息 到7月28日 北平沦陷 这段时间 蒋介石先后15次致电宋哲元 只是其具体的作战行动 及告知中央的意图 蒋介石还在庐山不断的调兵遣将 向华北方向集中 已被战事的扩大 7月8日下午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等九人 联名打来的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军舰 日后进攻卢沟桥 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一定步骤 红军将士 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 为国家效命 与敌周旋 以达宝地为国之目的 7月9日 蒋介石收到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 我全体红军 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 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1日 胡适到达南京 第二天 与梅一齐等人 由南京出发 乘飞机赶往庐山 下午蒋介石知道胡适到了后 立即邀请他前往美炉吃茶 胡适立见蒋介石抗战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24年后 参加会见的王世杰回忆说 胡适那天说的话 颇有决定性的影响 那天晚上 蒋介石在市中独自走路 走来走去到9点钟 呼下命令 命孙连仲 庞鼎勋的军队开进河北 战局就此决定了 这次吃茶 胡适坚定了蒋介石的 抗战态度与信心 7月12日 国民政府发布了军事征用令 当天蒋介石又召集 上流在庐山的 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 汪精卫 陈成 成前等商讨对策 进一步明确了 应战不求战 力求局部解决 做好两手准备 万不得已时 不惜一战等方针 7月13日 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 号令全军准备抗战 与此同时 蒋介石还批评通过外交途径 寻求局部解决的可能性 国民政府外交部和宋哲源的 计查政务委员会 均与之口进行了数度交涉 谈判 然而 日本已决心进行一场 全面对华战争 寒判均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日本仍在不断对华北增兵 局势日趋严重 7月14日 周恩来 秦邦县 林伯渠 受邀上庐山 继续进行第四轮国共谈判 当晚 邵立子前往先言饭店 看望了周恩来一行 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 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 准备发表重要讲话 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邵立子 请他转成蒋介石 7月15日上午 汇集庐山的各界名流 齐聚鲜严饭店 畅序国事 其中有 浙江大学校长 竹可珍 南开大学校长 张柏林 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林 北大文学院长 胡适 清华大学校长 梅宜齐 广西大学校长 马军武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吴宜芳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 马银初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傅思年 商务印书馆经理 王云武 大律师张志让 著名教授和学者 梁石秋 梅思平 胡建忠等 周恩来发表讲话 7月16日 笔原定日期 推迟了一天的 庐山谈话会 第一期 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7月17日 韩话会的第二天 一个永仔史册的日子 一身荣装的蒋介石 精神抖擞地发表 著名的抗战宣言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皆应报定 牺牲一切之决心 说着 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批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期谈话会 于7月19日结束 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 7月16日 当日下午 即18日 国共双方 在12号别墅谈判 无果 周恩来 等于19日下山 7月19日上午 第一期谈话会结束 胡适最后一个发言 主要是谈抗战时期的国防教育 强调国防教育 并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 而仍是常态教育 应本着国家高于一切的原则 政府官员和党的势力 不得干涉教育 以保证教育的独立 听完胡适的发言 坐在第五排的胡建中 写了打游诗称赞 吴家博士真看到 慷慨陈词又一回 但也遭到了批评 一位叫刘振东的人 立即指责胡适的观点 仍然是他新月时期 被国民党上下一致批判的 言论的翻版 胡适没有反驳 站起身走了 只在日记中留下了一笔 大众都痴之 从蒋介石后来对西南联大 等高校的态度看 他显然默认了胡适的观点 7月19日 蒋介石因战事紧张 与周恩来三人同一天下山 携宋美玲去了南京 胡适随即被汪精卫一伙人包围 在他们的古岛下 头脑中原又存在的 组合的思想又冒了出来 7月28日上午9时 第二期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开幕 人数比第一期缩少了近四分之三 仅40余人 仍由汪精卫致辞 汪精卫的这次讲话 与7月16日讲话大有不同 将多年的妥协说成是为和平的忍耐 将人们对亲日派的批评 说成是挑拨离间 将全民抗战 预测为永结不复的深渊 7月29日下午 汪精卫下山返南京 同日 北平沦陷 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 重申17日庐山谈话会最后奖的四点立场 表示不能复视平均之势为局部问题 政府要领导全国一致奋斗 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 晚上 王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 918事变以来 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 中国退得慢些 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 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 因此 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 我们要使每一个人 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 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 我们如不牺牲 那只有做傀儡了 7月30日 天津失线 傀儡组织北平维持会成立 从庐山飞到南京的胡适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 同习者有萧同姿 陈仓波 陪傅 胡适在日记中记载 我们深谈国事 决定了两事 外交路线不能断绝 应由中午 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时机甚迫切 需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 担负此大人 我的爱人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要爱上一个人 我必定疯狂 第一次约会 我绝不能上床 女人的爱情宣言 男人的葵花宝典 打住吧朋友 婚姻的谎言 我们听了太多 该直面真正的爱与性了 爱情妙论 夫妻生活的私人诊所 无需预约 随导随波 敬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 八 作者 文建明 朗读者 东黎 1937年8月 松户抗战开始 8月15日 陈成在古岭 接到蒋介石 及前大军的电话 要他回南京 商量抗战计划 与战斗序列 18日 陈成回到南京 立即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 为及客套 要陈成马上做三件事 一 赴华北向禁闪将领 说明中央之决心 与硬抗准备 二 赴上海视察张文白部作战 并协助之 三 速黎定战斗序列 这天 蒋介石 给总参谋长 成前 发去一份 任命陈成为 第三战区 前敌总指挥 兼第十五集团军 总司令的命令 当晚 陈成与 副参谋总长白崇喜 以及黄少洪等 会商战斗序列 由陈成将各将领的历史 个性 能力 逐一口述一遍 作为黎定时的参考 第二天 他就与熊世辉 同赴上海战场视察 1937年12月 12月8日的早晨 星子县 靠颇阳湖的紫阳门 到南门的城墙上 挤满了人 他们看到了一架水上飞机 降落在湖面 不久 蒋介石 宋美龄上岸了 他们是从被日军重重包围的南京 冒着炮火起飞的 有辆一绿黑色的小轿车 往庐山脚下飞驰 中间那辆 坐着蒋氏夫妇 在观音桥行馆 蒋氏一行住了两宿 电报电话不停的来去 蒋介石还在指挥 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突围 他还命令先于11月29日 撤到汉口的陈布雷来古岭 起草有关文告 蒋介石明白 庐山不久 也将陷落于日寇手中 12月9日 他夫妇俩种下了两棵柳山 这是悲苦沉痛的纪念 12月10日 侍从氏教队 把蒋宋抬上了庐山 12月11日 12日 蒋宋游览了吴老风 汉阳风 12月12日晚上 南京与花台失守 12月13日 蒋氏夫妇离山 成轮转赴汉口 同日 南京陷落 1938年7月 7月中旬 日军逼近江西 庐山已仅有保安三团 十一团驻守 时任江西保安处 少将副处长的蒋经国 决定冒险上山劳军 在邓子超 胡家卫两位团长的陪同下 蒋经国视察了土坝岭 汉阳风 铁船风 庐林 女儿常 吴老风等阵地 7月28日 两个保安团奉命 全部撤去庐山 自此开始了近9个月的抗战 随着山下周边县市的剑刺陷落 庐山成为了抗日孤岛 一山飞至的庐山 凭着它的海拔 成了当时抗战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1938年8月 8月下旬 九江失陷已进一月 吴岭已被日军三面包围 仅有一条下山道尚未断绝 蒋经国再度上山 慰问孤军 在离开庐山的前一天 他集合两团官兵 在大跃山上举行庄严的升旗礼 蒋经国激动不已 国旗是代表国家的主权 国旗在什么地方 主权就在什么地方 现在庐山升起国旗来了 我们要拥护着国旗 保卫国家的主权 是以血肉 粉碎敌人对庐山的进攻 蒋经国上山还带着摄影师 山上的一幕幕都被记录了下来 在全国放映 当晚 便有四百壮士奋勇下山 插到东清板袭击敌营 避敌二百余人 杀死敌军官三名 缴获马枪十余支 手榴弹和日军军旗等物件 极大的振奋了孤军 坚守庐山的勇气和信心 随军记者将庐山抗战情况 传播出去后 引起了全国的重视 不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连续报道 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 也曾两发涉论 号召全国支援支持庐山抗战 1939年4月 4月18日 日寇耗费十个月的精力 从庐山小天池 攻入古岭 庐山完全沦陷 日本人县令94号主人 都约翰一家 几小时内下山返回英国 在庐山生活了近40年 已会说一口流利的庐山土话 山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75岁的都约翰 受不了如此屈辱 当即服毒自杀 1946年7月 1946年7月 蒋介石写蒋经国 陈布雷 于济时同上庐山 这一年 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 以及国共关系的调楚人 马歇尔是庐山的常客 从7月18日一上庐山 到8月17日离开 一月之内跑了八趟 然而 马歇尔一生事实成功 唯有中国之行 是一次失败 7月20日下午 蒋介石夫妇 陪同马歇尔夫妇 前往大天池游览 石畔友以石华表 上面有王阳明 登林子峰 写下的庐山高三个字 庐山高是否王阳明首计 没有考证 但王阳明确实来过大天池 写有夜宿天池一事为证 那天 宋美龄首辅施华表 惠声惠色的向美国客人 讲起王阳明和这首诗 马歇尔笑着对蒋介石夫妇说 他知道王阳明 司徒雷登先生很崇拜他 蒋介石当即表示 他也很崇拜 他也很崇拜王阳明 马歇尔一装一携的说 我很钦佩蒋主席夫人 她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一座美丽的桥梁 对中国和美国 她都具备了完美的知识 马歇尔夫人礼貌的鼓起掌 马歇尔夫人感慨的对蒋介石说 这句话令蒋介石留下太深的印象 也可能原此 数年后他给卢山写下了美卢二字 司徒雷登后来撰文写道 那一年马歇尔频频往返卢山和南京 从南京去古岭不容易 去一次坐飞机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乘一艘缴获的日本炮艇 横渡长江 并沿江而下 使行达45分钟 接着要坐30分钟的汽车 最后坐两小时零一刻钟的轿子 沿着山边凿出来的时级上山 马歇尔巴上古岭 得到的是中国内战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看到的是民怨民怒 当然还有蒋介石夫人宿美玲 殷切备至又别具风格的野餐和茶会 红颜 给后妃上礼一刻的班招 把挑男人当成豪赌的卓文军 滥鱼充数的文成公主 海归出名 要趁早的蔡文姬 娇滴滴 伤天害理的武则天 这些曾经轰轰烈烈风光 以你的闪烁着光芒的女性 无论是才女 美女 党妇 怨女 还是汉妇 都具有鲜活的个性 侯红冰的红颜 解读清国红颜命运 用惊人的眼光 消解古人的神秘 千年女性风流 古典宝贝的风情 真实历史的残酷 尽在静雅思听 红颜系列 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庐山非常道1895-1949-9 作者文建明 朗读者东黎 1947年8月 8月14日 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上庐山 与蒋介石会谈 这之前 魏德迈的使团 已经上海 北京 北平等 跑了一圈 魏德迈建议蒋介石 放弃东北 巩固华北 确保华中 他直言中国政府贪污普遍 很多人在外国拥有大量财产 但拒绝为蒋 提交这些人的名单 1947年9月 9月1日 三清团二大开幕式 在传习学社背面的庐山大礼堂 与国父纪念周合并举行 蒋介石希望三清团 独立发扬革命创造精神的讲话 让很多人认为 即是对三清团独立阻党的认可 9月2日 陈立夫与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 于景棠上山 反对三清团独立阻党 9月6日 二大第五次大会中 上午上市一片阻党之声 下午却惊天逆转 黄宇仁发言 说国共党有过光荣的历史 今日的腐败无能 总裁应付主要责任 又说 如果青年团要组成一个 实行三民主义的党 必须另选出一个领袖 才能在新环境中 发挥出其领导才能 否则 我们的团长 以一身而兼任两个党的领袖 当新党攻击国民党 腐败无能时 他将何以自处 阻党作罢 9月13日 二大闭幕 1948年1月 1948年的春节 蒋介石在庐山度过 元宵节当日下午 夫妇还在庐山 同游月照松林 保卫的警察官 以为蒋晚间当住月照松林 便派两名警员 铲除路上残血 蒋介石知道后 蒋给两人 免大一个一 晚上 庐山商会的龙登队 进别墅为蒋氏夫妇表演 别墅里很是热闹了一番 2月26日 斯图雷登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 根据对待尖锐批评的一贯做法 委员长在过去两个星期 一直在鼓领沉思 1948年8月 8月9日 蒋介石上庐山 8月10日至18日 与行政院长翁文浩 财政部长王云武 中央银行总裁于红军等 为挽救南京政府的经济大崩溃 而研究制定发行金元券等法案 为了确保这次破釜沉舟的避制改革能够成功 王云武认为应该在全国经济的中枢上海开刀 他向蒋介石借用蒋经国往上海督导 蒋介石表示 蒋经国不安财经 还是仅做协助为好 蒋介石还找陈布雷上山 想让他担任宣传战线参谋总长 8月13日 斯图雷登一行上山 斯图雷登反客为主 帮蒋介石以王云武的方案为基础 以避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为中心 搞了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 斯图雷登与蒋介石共度了接下来的这个周末 他记载 我和委员长在古岭共度周末 并做了几番交谈 他对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甚入中国 相信到了如此顽固的底部 以致他绝技于共产主义决意雌雄 不管有无美国的支持 也不管结局然后 他坚信 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衰成败 必对整个东南亚产生深远影响 现实的一切和谈都不合时宜 因为共产党人必将趁机抬价 他也知道中国必须改革 然而改革如此强烈的遭到军事形势 及其伴随而来的各种弊端的影响 使他在军事形势改变之前 力图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 对于美国对委员长及其政府的不断指责 这些指责抨击政治腐败无能 一筹莫展 委员长相当恼火 他说 正是因为洞西政府腐败无能 他才不断地谋求美国的支持 尤其是各种文武顾问形式的援助 八月中旬的一天 宋美龄来植物园休闲散步 他走到草坪前 对着亭亭如盖 树叶密集地像蘑菇一样的气树 驻足凝神 这是气园最高大最漂亮的一棵树 这次宋美龄又要离开庐山 他想把这棵气树种到美如去 不料当市委官来挖树时 植物园主任陈峰怀坚决拒绝了 他说 我们只有种树的责任 没有挖树的权利 宋美龄很是伤感 想当初 蒋介石未见植物园拨下大量经费 还倡议各界人士为植物园捐款 蒋介石私人捐下一千元 8月18日 蒋介石下庐山 下山之前 他为12号别墅提写了美如二字 宋美龄则在25日下午 与陈布雷夫妇返回南京 1949年5月 5月20日 庐山解放 庐山商会会长带领解放军团长 马启春到美如看了看 室内布置得很华丽 会议室周围有一圈沙发和茶几 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有电话茶杯 还有一大一小两座象牙雕 墙上挂着电动全国地图 这是主人走时的模样 多子多福 却绝不是帝王之福 三十五个儿子 给康熙带来的 除了烦恼 还是烦恼 十五年的皇位争夺 给雍正留下的 除了噩梦 还是噩梦 雍正登基 迷雾重重 欲知详情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 请登陆静雅思听网站